最近我有个好朋友直接被他的租客 直接升级成为工艺出租人 这个太搞笑了 那天我的这个我中立的凭证的房子 我有交给凭证的仲介同业去帮我们做管理 然后我那边有十几间套房 全部都给他们管理 那他们的管理服务其实都很好 有一天那个 谷小姐还问我说 范大哥你那个房子啊 可不可以给他们做公司登记啊 租金可以收多一点啊 然后他有问我说 那你有打算成为工艺出租人吗 我就说成为工艺出租人 我看也是势在必行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租客啊 可以自己哦 自己拿着租约 就去申请这个租补助 然后呢屋主呢就自动升级成为工艺出租人 这个 这是被迫的啊 被迫的 所以我就跟那个中立的凭证的谷小姐说 那是我们的仲介嘛 我们仲介 他会帮我们带看啊 这些虽然我也是仲介 可是我一样付服务费给他 然后我那十几间套房 常常都是满租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啊 一般我们的租金 大概都七千五八千五 九千五嘛 为了让他们可以申请租屋补助哦 直接公布给我们租客说 那个房东先生 现在开放 所有的租客都可以来申请租屋补助 我就不用烦恼啦 哪一天突然 他们自己去申请租屋补助 然后我自己成为公益出租人 我都不知道啊 那房东变成了这个公益出租人之后 他房屋税就变成1.2% 就是自住税率啦 就是当成你家的税率这样子 然后地价税呢 会调成千分之二 另外呢 那个还有所得税啊 所得税会有一万五千块的免税额度 公益出租人有两种申请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屋主自行申请成为公益出租人 第二种就是政府直接认定 你就是公益出租人 例如说你的租客申请租屋补助 你就自动成为哦 这样子 然后政府就直接给你付税减免 就刚才我说那个房屋税啊 地价税啊 还有所得税减免 但是我们屋主成为公益出租人 你还要考虑的 除了房屋税地价税之外 还有所得税之外 你还有一项会影响超级大的 就是你的如果在出售的时候 你的土地增值税 无法适用自用税率 虽然我们的房子是租给 可能是弱势团体学生这些啊 可是仍然哦 如果你出售的前一年 你有出租的话 你的土地增税 无法申请自用税率 也就是说比较便宜的税金 你没办法享有 然后你又必须用一般税率 那你如果是一般税率的话 你未来啊 因为你有出租的事实 你未来如果再买一间新房子 这个土增税是无法重购退税 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最大的 因为你有出租事实 所以如果屋主的户籍有在里面 这件事情啊 你的房地合一税啊 是绝对拿不到那四百万的免税额 这是你一定要注意的部分哦 如果你不小心被房客自动升级成为公益出租人 你要出售即使你户籍放六年 你也不会有四百万的免税额 更不用提最低税率十percent 那那只好你就撑十年啊 撑了十年之后 你的房地合一的税金会降到十五percent 这就是最低的税率了 今天大概就是分享我的朋友 自动被房客升级成为公益出租人的小故事 商量做不孽 商量做不孽 商量做不孽